在探讨过真神的存在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 第二项 就是真神必是独一无二的道理 我们从三方面来认识神的独一性 第一 创造万物的神必然独一 第二 创造万物的主宰自我宣告 第三 真神和假神不可相容 我们看第一点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必然是独一的 圣经一开头就宣告 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天地当中不但有神 而且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 这包括我们人类也是神造的 我们要先从圣经来看 神的本质 圣经说 神是个灵 神的灵是无形体的 祂是无处不在的 祂是充满万有的 诗篇139篇第七节 诗人说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 我若生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所以灵 它是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它又充满万有 约伯记第九章说 祂从我旁边经过 我却不看见 祂在我面前行走 我倒不知觉 所以神是人为神看见 也不能看见的 但是这人看不见的神 如果对人显现 人就可以看见神的显形 就好像旧约时代 神在西南旷野 像以色列人显现的一样 那神既然是个灵 祂就是无形体 是非物质的 是超越时空的 因此人要拜神 需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祂 不可以将这充满万有的神 以任何物质的形象来取代 这是为什么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四节特别强调 神是个灵 神天父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因此我们不可以 把神雕刻成任何的形象来敬拜 第二 神的本质是 是唯一自存永存的 我们都知道 凡受造之物 必有造祂的源头 但是万物所本 万物所属的 就是神 神是一切因果的第一因 祂是无本自有的活灵 神向摩西自我启示的时候 就指明祂自己的本质 在出埃及记三章第十四节 神说我是我是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 我是自有永有的 所以因为神是自有的 祂就是无生之始 祂就是首先的 那神也是永有的 就是永远有 祂就是无命之中 圣经说 神是独一不死的 祂是永生的真神 祂是永在着神 永远长存的 祂的年数 世事无穷 祂是不能朽坏的 这都来说明 神是自有永有的本质 那这 独一自有永有的神 也是用祂的命令 拖住万有的 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宇宙万物 是神创造的 也是靠神的命令而存在着 人要盖一栋大楼 事实上是不容易的 但要维护所建的大楼 更是不简单 我们看神用祂绝对的权柄 祂让这个天地存留 这样子有次序 有规律的运转 因此 今天我们从地球上的万物 这么和谐共存的事实 跟宇宙星体之间 这么样有规律的 在运转的事实看来 这都有共同的源头 就是这独一的神 祂的创造和控制 这位创造万物的神神 祂主动对人所宣告的 启示的这些信息 都记录在圣经里 所以这本圣经 就是我们的线索 也是像一张地图 要引导我们认识这独一的神 第二点 我们从真神的自我启示和宣告 来看神的独一性 神说我是唯一的 在许多的信仰里 我们想想看 有哪一位神 他像圣经当中 这自我启示的真神 像 人这样子 绝对的宣告说 只有我是神呢 应该没有 只有这位 有全能的神 他才能够这样说 因为 他特别强调 只有我是真神 再没有别神 他是独一的 没有跟他同等的 或许 有人会认为 这样的神 他是骄傲致大的 所以 借着自我膨胀 来否定其他的信仰 其实 并不是这样 我们如果仔细查考 在圣经里面 神 他曾多次的 自己宣告 也透过他的宣知 这样子向世人 来宣讲 他的独一性 大约在 三千五百年前 当神 要带领 在埃及做奴隶的 以色列人出 这个维奴自家的时候 要领 他的百姓进入 有更高的文明 但同时 也是偶像伶俐的迦南地 神特别将 他自己的独一性 向百姓宣告 目的就是要在 这假神和偶像 充斥的这个迦南地 神的百姓需要坚持 敬拜这 自有拥有的独一神 也就是 真的是带领他们出 埃及的这位真神 神要摩西向百姓宣告 要他们注意听 神是独一的 圣经记第六章第四节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除此之外 在旧位圣经 我们看到神透过先知 所传讲的信息 也都强调他的独一性 要让我们了解 宇宙当中 只有一位神 那就像 一个国家 只有一位总统 一个家庭 只有一位家长 每一个儿子 都只能够有一位 圣神的父亲 在圣经里 神颁布给世人 普世性的道德规范 就是我们知道的十节 十节的第一节 就是神的宣布 我是主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 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 第二节第三节的经文 所以除了真神之外 并无别神 以赛亚书44章第六节第八节 神这样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 谁能向我宣告 并且指明 又为自己承说呢 让他将未来的事 和必成的事说明 你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恐惧 我岂不是从上古 就说明指示你们吗 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了我以外 岂有真神吗 常来没有盘石 我不知道有一个 第三点 我们从真神和假神 不相容 来看神的独一性 让我们可以了解 唯有敬拜 这独一的真神 才能够得到永生 有人疑问说 为什么基督教的神 这样狭隘 不能够包容别的宗教 无法和其他神共存 为什么只有我们 所见拜的神才是真神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其他的神 都不是真的 如果我们用 真品和反貌品 这样一个道理来说明 为什么真神和假神 不可以相容 在市场上 通常都是先有真品 才有反貌品的出现 所以有真的在先 才会有假的 只要有真品存在 就不容许有反貌品 然而我们看见 在世界各地 都有人以制造反貌品 来磨取利益 那些制造反貌品的人 他们不但不会排斥真品 反而是依赖着真品的存在 而得利益的 因为一旦真品 不存在市场上 反貌品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所以制造真品的人 他们一定要申请专利 标榜真品的独一无二 也绝对不容许 反貌品的存在 一发现有人反貌 他们就要采取行动来制止 所以在信仰上 也是先有真神 才有假神的出现 真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 假神则是被造出来的 是为了要迷惑世人 并让人从中得利的 跟市场上真假商品 存在的这个逻辑相似 假神一般也不会排斥真神 但是真神绝对不能容许 假神存在 敬拜独一真神的人 绝对不接受一般人所说的 所有宗教的神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真假不分 欺骗人的说法 今天我们若真假神 无法分辨 我们就得不到永生 就好像真钞票和假钞票 若没有分辨 选择错误就导致 钱财的损失 今天真的药和假的药 若也分不清楚 如果用了假药 我们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真神和假神若没有分辨清楚 如果拜了假神 获果就更严重了 因为所影响的不只是今生 我们得不到真正的依靠 将来更得不到永生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真神是唯一的 真正的救主也是独一的 圣经提摩太前书 特别在提醒我们 第二章第五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今天我们认识 这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 才会永生 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 他特别明确的宣告 在耶稣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主耶稣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采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独一的神成为肉身 在人间显现 给我们世人唯一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就是耶稣基督 以上就是我们所查考的 神独一性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 这独一的真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烟口